第二個是要2900瓦,我有排氣管,延伸排氣管 但是我修飾一個排氣管的時候,發覺排氣管並不會抵銷原本發電機的噪音 聲音都是一樣的,不會收到一根排氣管 就效音了 會可能少了三五噸倍而已,那個是幾少大概5%而已 所以我另外有做一個箱體去延伸 別做的,現在還沒完,已經完成90%了 箱體比這個大要做2000瓦的,是用鐵做的 這個可以移植過去,因為我這個都有泡棉 而且我這次如果,裡面泡棉是撿的不用錢的 有沒有看到,就是人家鞋電工廠 防震的那種,隔音股是很好 但是至少說,有效啊,達到半以上啊,三分之二啊 聲音很低頻,你們中午聽了就知道了 對啊對啊對啊 因為全世界沒有近零發電機 你會動活塞式的引擎,它出來 我動活塞式的引擎,我那個是千瓶的發電機 千瓶是哪一種牌的 千瓶,就是美國的 美國的很貴啊 它就是可以瓦斯用那樣子 對啊對啊,幾瓦的 兩千吧,好像是兩千 兩三萬塊嘛 對啊,兩三萬塊啊 也是很大聲啊 對啊,就是很大聲,我不敢帶出去啊 一定很大聲,包含一一一二二 東達一一二一台三四萬塊的,那個也很大聲 一一一千也很大聲 一千也很大聲啊 很大聲,是很大聲 是喔 那不會說 你五十歲來,我買錯了 欸 我千瓶就哭了 因為 發電機買隔音箱 你一定要用我這種做法 好 因為它聲音 你有看到我剛剛高速的風酸應轉嗎 有有 剛剛介紹 獨立接你就知道 我可以拆開給你看嗎 呵呵 沒有 沒有 呵呵呵 我現在就是在想說我那台 我有發電機了 但是 我現在不敢帶出門啊 因為太吵了 我會玩 我是 我買到五台不好 但是我都買裝股的 喔,買裝股的 對不對 全部換不到七八千塊 喔 最便宜的七百塊 林木的二行程 買來玩的 買來玩 我好像買來買用的 不是來算的 呵呵 呵呵 哇,都自己DIO的 自己喊 對啊,我說我這個可以去裝到別台 別的那個隔音箱 大台的 如果兩千九百萬 我就不用再裝這個 我就直接挪過去 挪過去了 欸,你聰明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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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換不同方式 就離過去而已 生傷體 從 對 對 對 但是這個可以隔絕風扇的噪音 因為空氣是從這裡進去的吧 對不對 這邊進去 對 強力風扇 對 這邊 哦 你沒有要用了嗎 我要收起來 對 我可以用發電機 對 白天說我可以用 白天 應該大家都是白天的時候才用吧 對啊 誰會白木在哪裡用 晚上 而且你去用發電機 它的燈力很遠 誰會在停車場用 去朋友 他們的 或是站在旁邊 你才會用 它應該會用而已 這個再拖去一百公米 拖去那裡用 晚上再蓋一個隔音罩 隔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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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做二次隔音 這樣隔壁 輕輕而已 輕輕而已 對 比那裡輕 比發電機 比發電機 這樣 我撞這個泡麵 我本來買一些比較滑的泡麵 你知道嗎 那就是隔音效果比較好 我這是人的鞋店的工廠 也不用錢 軟的一種可以吸收 吸收的 對 對 你用隔壁泡麵 這是人家說 燒的出來 燒的 你一定要有兩個冷空氣 兩個冷的 我之前做一顆 我開始做一顆 對這顆吸收 這顆吸收 這顆吸收 它的風會在裡面亂尬 亂尬 亂尬 它變成說 人家說的被氣會跑進去 又直接吸收 它會不會吸收 它會吸收 這兩顆有的 燒麵一順超四五點錢都沒關係 阿發電機 你的 EU22的一台 應該有買到四萬 你這台就是 EU22比較貴 一般都EU20i 對啊 我之前網路有一台 EU1000 EU1000要賣 賣五千還是四千 四千五五千 嘿嘿嘿 他說他很久不會花 那就都放到沒有油 放到沒有油 卡油夠了 他有去收那個 鳳達的那個 鳳達的發電機 我買大新一台都買兩千三千而已 都是人家 結果看 你們原本都沒有用 都放到油膠而已 清一清就好了 哦 你台發電機 我早前也有一台 這很用的 這是日本的 但是我用這台就沒用了 對啊 我放在 我一樣買三千 對啊 對啊 就是這個排氣 你們兩個強制進風 強制進風 一個進風是散熱這個機體的那個 那個那個 一個是進入這個空 上面是進空氣 你這裡有急著急著 所有的風 都沒有路一定有排氣 人家說就要出來了 嗯哼 就從這邊排出去 嘻嘻排 我沒有電源嘛 我沒有 這台沒有變十二部 所以我加一個四點 加一個 發電機出來的電 發電機出來的電 我就砍來這條線 砍來這條線 面前有電壓錶 瓦數錶 所以我知道 我那個冷氣 就大概三百六十瓦 啟動七百多瓦 七百多瓦 嘿嘿嘿 哦 你那個發電機 應該也不會很重齁 三十幾公斤 對啊 差不多 差不多啦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為什麼要隔音箱 隔音箱都很貴 所以才 對啊 才想說 用這個木板 然後要兩個 一定要有這個強力風扇 一定要兩個強力風扇 嘿 兩個強力風扇 然後一個排氣的孔 嘿 呵呵 你看那個 你拿來測試 你就知道我的 我那個強力 人家送我的 這個公路也賣一個 它在百多畫裡 買充電器 沒啦 我現在不是說 這是十二伏特欸 我的意思是,你發電機你可以去買它的供應 二個風扇,還是二四個 還是那個,你只要接電下去 我現在要告訴你,我這個風扇,它的強度 手摸摸摸,你看 好強喔 對,真的 差這樣才可以散熱 對,就是這個 喔,這個風力 燙,你等一下一直一直去,你現在手上衝很涼的 對啊,這個夠涼的 你要等一下做蓋的,你來,一個人 車上的鞋子有沒有 對,還有這個風扇 這個原理 就出來,聲音的出來 一定不能直接出來,一定要有一個箱體 在隔音,隔離在下面 這個設計就可以了,你要問木頭釘 它用什麼,反正你 要鋪鋪,要叫人燙還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做鋪鋪,有材料 底下的東西 嘿嘿嘿 所以我給你了解說,這種強力風扇 一塊就一百多塊而已 一定要這個 對 才不會燒掉發電機的意思 喔,了解 網路也很便宜啊 嘿嘿嘿 這個面前有寫啊 你要打這個牌 MIDEC 對,MIDEC 你打一打 對啊,好像不到幾百塊啊 這人送貨的 美國做的啊 兩個 是不是很快 對啊 兩個,然後箱體做 然後再裝一個這個 這個隨便你們要裝 沒裝 一定 發電機本身會放嘛 我是 有的人 你如果要有發電機 你還要開這個鍋 也是一個問題 有你用做現的嘛 喔 這樣你知道嗎 你不用做好 你就可以說有一個箱體 嗯 你要讓它更加簡單 你外面還有一個箱子 還有泡米 泡米的箱子 二層割音 喔 那個自己去 有去搞才知道 因為 我這個是第一台自己搞的 嗯 覺得很有興趣啊 因為我五台二台 就要買三台 四千萬我也要比 反正這也要這麼多 所以要更大 對對,那個箱體更加大 而且我覺得 我最買的就是 找一台比較冷的 可能那台四千萬 也買兩千塊 我就把車子 歐空來車 這台車要做路營車 我直接這個箱體 看在那邊 轉向去 排風這個就直接 嗯 做一個倒風罩 在車底切割下去 啊 廢氣就直接在下流 對 這是不是你 你車子二車 你發起時你又關起來 嗯 你人家在外面 你根本聽不到什麼聲音 相不相信 對對對 二層割音 這台在裡面發 裡面發 雖然有廢氣產生出來 我們全部的門關起來 聽不到聲音 喔 真的是 因為車子本身就會割音了 嗯 對 你這裏裡面還有一個 嘿嘿嘿嘿 對啊 我過想很難 我原本是要割車體 哈哈 因為沒有人會去割這個發電機 欸很少很少 發電機就是瘋子 而且他們都不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你不如用車充 我直接用車充 直接用車充 車充比較快 車充很快啊 比這個還快啊 車充大概都二十萬倍 對 前陣子熱熱有吹啦 但是 我發現這樣子補不夠 吹槍 吹槍都沒有啦 對啊 補不夠 所以我才需要 發電機 發電機 對啊 我想說白天的時候給他補嘛 然後晚上的時候吹 對 但是現在就是 隔音啦 對啊 就是我還找不到一個設計 怎麼 自己去 你沒有看到人家這樣搞齁 對啊 就沒有 很塞手 對 我每次炸發電機 對 對 對 台南我也炸發電機 哈哈 大概四千瓦的 和一個兩千九的 嗯哼 其實兩千九還有延伸一支排氣管 我覺得這個是多餘的 對啊 排氣管 我看很多人都裝 多餘的 沒有 沒有意思 嗯哼 好好好 裝排氣管沒有用 裝排氣管沒有 不會差很多啦 嗯哼 我隔音泡棉用好一點的就對了 隔音泡棉我買好一點 香體的聲音隔絕在裡面 但是 通風一定要好 通風一定要 你自己 負載的時候 它聲音會變大嘛 嗯 因為散熱要更好啊 哦 你的強制進氣一定要有強制進氣的功能 好 就是兩個大強力風扇 剛那個吹得很強 對啊 我是看人家視頻 欸 人家做的都很了笑 你有沒有覺得嗎 我這個 都有鈣子可以開 對啊 對啊 我上網找這個 真的很少人分享 這個真的太少了 可以拉 可以拉 可以調整QNU QNU也可以調整 我都想到 拉什麼QNU 對對對 就不用整個再翻起來 而且不用花錢的時候 錢的木板只有 這個大概成本大概一千五 很小欸 這個錶大概五六百塊啊 這個錶是可裝可不裝 對對對 因為我是監測它 輸出的負載 你說發電機輸出的 發電機輸出的電壓 嗯 現在我接上冷氣 冷氣吃的幾瓦 哦 這樣你知道嗎 嘿嘿嘿 了解 對對對 一定要做方法 方法你用開關 看要接發電機出來 嗯 發電機的電源 最好是在鄉鐵還是什麼 裡面不然你要常常開開 開開開開 OK 開開 你少人家去買發電機沒幾個 其實 要吹冷氣一定要發電機 對啊 太陽能都保護 保護 要騙人的 我也一對一百 因為我 我是一次帶出來 美林的那三百六十五 我為什麼 覺得美林夠 因為我的車 嗯 我這次沒有用冷氣 我全程 全程 全程 是 這樣 是 這樣啊 嗯 我是現在不知的小孩 我起來這樣 冷氣的空間 而且你晚上用 你調二十五度就夠了 對 大概二十五二六 而且我 出來 都帶一百安的 但是 我如果要吹這台冷氣 我要帶三顆電池 三百安 三百安可以吹五小時 我們晚上十二歲 十二點才睡 睡到五點 剛好啊 用完 我再搬三顆電池 就好了 我兒子都九十幾公斤 兩個一起搬 我裝得下 所以我們就沒有去買什麼 離鐵電池 就不用了 平常這個是冷凍貴啊 嘿嘿 沒有省電啊 完全是冷凍的 真的直接買冷凍 不用冷藏了啦 冷凍貴啊 耗電五十五瓦而已啊 一顆一顆深循環的 深循環的 可以用二十二小時 哇讚 對啊 化油器也有兩百多塊 嗯哼哼 化油器兩百多塊 便不便宜 因為這個都 在大陸市場蠻大的 要買洪達的 你意思 洪達 Mitsubishi找不到 要買洪達 找不到零件和零木的 還有那個 YAMAHA的也找不到零件 YAMAHA也不好找 你看三百多塊 化油器都有 是 真的耶 對你打零木的 找不到 欸對 而且它電盤什麼的 耗材什麼都有 不會太夠了 對啊 便宜到你看到 你都會嚇到 哦 比想像中便宜 對啊你看每一種都有 好 這個GS160 是 GS160 是2900W的 嗯哼 那我查GS240 GS240 嗯哼 噢 那 GS240 發電機 你看它有零件啊 嗯哼 有沒有 零件都有就對了 對對對都有 那它發電機首選洪達啦 對 哦 這是經驗的 你看像 蝦皮 嗯 FB買發電機 我都這樣這一找 大FB找 還有露天 嗯哼 還有那個 Yahoo 我上次找啊 啊 像 HONTA這個 我 我跟你講 要去改車我當初 美國變品的就是類似這種 嗯哼 你知道 你們買的就是類似這種 對 都很貴 這是中古的 嗯哼 我講的就是類似 買這個 比如說幾千塊的 哦 那去改在車子上面 你們就不會心疼 哦 壞掉再換一個就好了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 就先買二手的 不用太貴的 對對對 自己修自己改 對對對 而且瓦數要夠 嗯哼 這個就太貴啊 像你看 像我大新的這個 嗯 我買一樣才買兩千多塊而已 哦 我是露天 蝦皮買的啊 我是露天 露天這邊買的 呵呵呵呵 所以Yahoo拍賣 你不可以賣了啦 你不可以賣了 我之前就在網路看的 嗯哼 這台是四千瓦的 哦四千瓦 其實大新的 這台一台新的三萬多 快四萬耶 日本 純正日本大新的 它是壞起來是怎麼賣 它放的都油膠 油膠 裡面都差不多有點子 把它清一清就 清一清 啊我換回去 拆起來清一清 沒有花到半毛錢 就跟它賭 跟它賭 哈哈 值得 啊這台是福士店的 福士店的 對 家用發電機 我跟它買 買2,900 嗯哼 運費這台好像兩百多塊 240 對 它賣出去了 啊哼 我跟它賭啊 你知道嗎 兩三千塊跟它賭啊 啊你最後 我決定是 HONDA的 其他牌都不用 不用買 不用考慮了 哇這是經驗分享 去FV那你慢慢看慢慢看 四行程的 HONDA都是四行程的 嗯哼 你不要買那個鈴木的 都是二行程的 而且那個網數都很少 要買要買 HONDA要四行程的 就對了 喔好好 HONDA都是四行程的啦 四行程的 啊HONDA的發電機 就是維修 你只要 露天拍賣 齁 YAHOO蝦皮 你看喔 你排 你查那個喔 HONDA發電機 很熱絡喔 它的零件 幾乎台灣很多賣 對對對 啊但是你找 找YAMAHA和鈴木的 還有你們 美國的幾乎都找不到 就找不到 哎呀 你真的是慢一拍 就是你看 嘿嘿嘿 我現在在露天 也打GS 嗯 嗯 就是譬如說這個 大概都是四千瓦的發電機 嗯 GS240 噢 噢 它沒有分類 對 就是一些都有 你看 電盤都有 都有 對對對 呵呵呵呵呵 你看 連那個引擎大修包都有 哇 電片的大修包 是是是是 其他的你就根本找不到的啊 啊 好啊 真的謝謝分享 因為 覺得 你如果要改可以 再去FB 還是慢慢去搜尋 發電機 做功課 對啊發電機 這個常常看就有了啊 好 這個 2400 羅賓的也不錯啦 羅賓的 羅賓的 羅賓的也是很貴啊 但是他的零件 可能比HONDA還少 好少 我覺得零件要有啦 對對對 零件至少要找 這樣修起來才不會怕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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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采 了 rav